A股下周是要大涨还是要大跌呢? 下周A股会大变天吗? 今天的A股出现了一个震荡的一个缩量调整 下周A股会怎么走呢? 哪些板块值得重点跟踪呢? 如果大家对当前的盘面看不懂的 仔细听,听完后你心里就明白了 首先大家看 上阵今天是缩量震荡跌幅在0.32% 创业板跌幅是1.02% 三大指数全线调整 但是调整幅度都不是很大 而且都是缩量调整 这个位置说明了什么? 我告诉大家 说明这个位置仍然没有结束反弹 也就是说下周还有冲高的预期 但是大家记住 到了这个时候偏谨慎了 前面我一直讲 这个是前期的平台位置 3400这个附近 这个位置存在大压力 大家看一下在这里连续震荡了几天 都没过去 说明这个位置确实存在的上方的套套盘 我的分析基本上是到位的 那么下周怎么走 其实下周的话 很多人担心会不会出现大跌 这种大跌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但我觉得这种担心没必要 为什么? 大家看 这一轮上涨的过程中 可以说是超预期了 所以没想到指数会成28 是吧 63涨到3400这个位置去 这轮是超预期的涨 那么很多人 没上车 空差 甚至是很多人看空 包括一些大V 在3000点这个位置 3100点这个位置就在看空 看空 结果现在涨了3400了 所以说很多人都在等机会 等什么机会 等这个位置调整的机会 调整低一点机会 所以他如果出现急杀急跌 会有资金强反弹 有资金低息 所以大跌的可能性不大 下方的强支撑在二十年线 所以下跌 到了二十年线附近的话 大家可以做低息博弈 好 那问题来了 指数问题不大 个股怎么看 其实当前的市场主线 怎么去做 大家看今天说盘 表现最好的还是谁啊 机器人 军工 新能源车 光伏 所以啊 在没有新热点出来之前 我觉得大家仍然可以留意下 这几个板块 军工 新能源车 包括光伏 这几个方向都可以留意 机器人的话 毫无疑问啊 他已经走出了一个强势的信号 所以大家只在重点跟踪 我们来看一下军工啊 具体 说起军工这个方向 很多人都纳闷 什么意思 一追军工就被套 一追军工就亏钱 但是军工又在不知不觉当中 涨了高位 对吧 968 1360 39 大家看一下 也涨了上400点 也涨了几十个点呢 这一轮军工也涨了40个点上下 但是感觉 赚钱效应 并不突出啊 对吧 那是因为军工走的是震荡上行的走势 那么从技术方面来说 军工还有机会震荡上行 所以大家仍然可以逢低关注 那么个股怎么看 军工这个方向 今天出现多支票涨停 那么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这些票的一个走势 说真的军工的持续性不太好 像利云金斯这种一字板的 没看头是吧 还有大连重工 大连重工前面 出现了一个快速的拉升 这里有可能走出一个N型的走势 所以啊 手中有票的低位进场的朋友 可以看这个5块5在高位能不能过 过去的技术场啊 没过的跑路 手中没票的 分时低点拨 比如说下周开始的话 有分时低点你可以去博弈 博弈对了就是一个大长腿 博弈错了 做止损亏损也不大 所以大家没必要纠结 这个强制称位 就是在奥斯田县在附近 这个票优势在价格便宜 但是呢 盘子稍微有点偏大啊 90多亿 在军工板块里面算比较大一点的 下工股份 这个直接就拉了涨停板上去 说真的像这种票的话 就是一个超跌反弹 你说这种票的话 持续性 目前来说我看不到啊 对啊 前面他可能在这里 他表现比较好 这里出现一个四连板 那是前面到这里 这里每次拉一个涨停板就没戏了 你看这里就是前高的压力 那么再次会不会高开低走啊 对吧 或者冲高回落啊 说你追你敢追吗 你追几百倍套 那这种票你只能看戏了 中性重工 这是一个烂板 这个票大家需要重视 这个是一个大盘票啊 同时这个票的股性比较好 人气比较好 属于那种腰股系列 为什么说属于腰股系列 大家看 是吧 这一轮拉伸可以说非常给力 非常快 直接就翻了倍 然后我们看一下 他最近在底部出现连续的震荡 大家看这个震荡说明什么 说明有资金在 是吧 抄底 那么我认为这个票 大家要重视 可以逢低去关注 也就是说在五五军价附近 可以去做低息 做博弈 对了 吃肉 错了 做止损 亏损也不会很大 所以这个票值得大家重点跟踪 除了这些票 那么其他的票表现就 不是太好 所以说你像这种中边红剑 它是所谓什么 创作一个历史新高 属于一个新周期 像这种票的话你敢追吗 是吧 只能去做低息填伏 五五军价线 抗五军价线 这个位置 中磁电子也是一个超低法 股性比较差 再加上面临前高的压力 这个位置你去追 那马上就什么上套了 所以说大家也不能去追 小心一点 好 从整个的盘面来看 我觉得这两支票 大家需要重视 一个是哈工智能 哈工智能 今天是缩量版 创造了一个调整后的高位 但是它同样的面临下一个压力 这个位置压力 所以它往上冲的话 就将面临分化 那么如果顶住的放量的考验 下周再转强的话 这个票就走出来了 走出了一个主声 所以大家需要重视 当然在下周你去追高的话 一定要记住 这个高位随时都有可能砸盘 那么造成一个高开低者 会冲高回落 所以大家没明朗之前 不能轻易的去下手 华年信朗 这个也是一个放包的版 这个票值得跟踪 值得跟踪 它是属于赤星这个系列 而且这个票股性比较好 股性比较好 所以这个票大家值得留意 下周的话 它有继续挑战这个高位 那我觉得大家不要去追 下周 它在这个位置前面要放一个大量 然后突破这个前面的高点 再出现弱转强的话 那就是一个最好的走势 当然大家也可以在分时低点去搏 千万注意 在这个高位附近不能去追 一追的话万一错了 就是一个大面 这是军工板块的情况 综合来看军工最近是出现多支票 底部一动放量 所以它有机会成为市场的主线 核心 好了 除了军工板块 大家看一下 核心 新能源车 新能源车今天是属于一个 缩量震荡 出现很明显的分化 后排多支票跌停 那怎么看 对于这个方向 我倒是觉得 这里 调整后还有反弹机会 但是高位的那些票 出货的那些票 大家要注意了 就是高位里被套住了 放掉大跌的 下次反弹的话 你找机会跑路 不要再去追了 它已经到了鱼尾行情 已经到了一个前期高点了 这一轮的汽车涨幅 可以说非常疯狂 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 所以大家操作起来需要谨慎 对于个股 大家看 今天后排多支票跌停 甚至有天地板 那么我们从前排来看 目前的这个 新能源车 这个方向没有明显的核心 他们都是属于什么 第一位的补涨 大家看一下 今天很多票 是不是首版的 是不是很多是第一位的补涨的 那么重点要注意哪些 重点我觉得 大家重视 那些前期大涨 然后调整后 再次涨起来的票 比如说像 明普光池这种 明普光池这种的话 大家就需要重视 它前期 属于一个三连板 对吧 连续调整几天 刚好调整到这个 十日均价先附近 又开始起了 那么这种票 就值得大家留意 下周命令前高的压力 这个位置能不能过 有机会过 但是这个位置 我觉得它会放量 你要去顶这个压力 顶过以后 它出现弱 转强 加速 那这个票就进入主身了 所以这种票 就值得大家跟踪 可能很多朋友问 那手中没票的该怎么办 如果有分食及撒拉低碟 可以考虑做低吸 做博弈 对了 吃大长腿的肉 错了 止损亏证也不大 但你千万记住 这个高位不要去追 一旦这个位置过不去 对吧 那就是一个大面了 你去追 马上就上套了 马上就变成什么 追高了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好 那新能源车说真的 说了很多遍 这里不做过多的介绍 我们再看一下 下面 光伏 对于这个方向 说真的 说了很多次 看好他后期的走势 我仍然维持 原先的判断不变 这个方向 有挑战3436这个机会 所以光伏这个方向 如果你的票 又走趋势的 还在上涨的 大家可以继续躺 继续看多 没票的 找核心票 人气票 做低吸 潜伏也可以 同样的 要不你就做 那些低位的补涨 都可以 当然技术面比较好的 是吧 技术比较高的 那么大家可以去做一个前排的超短线 那么从技术方面来说 光伏 今天也是一个冲高火热者 是尾盘跳水 但整体来看 它幅度并不大 跌的百分之零点四 零点零四啊 可以说整个旁边看起来非常健康 我们看一下 光伏今天 有多支票是跌停的 但同样也多支票是涨停的 跌停的这些票 其实就是前期啊 涨幅比较多的 大家看像这个吉他 对不对 还有这个苏泽顾德 他们属于一个高位出货的状态 好 那这些票整体来看 属于一个正常的走势 我们再看一下前盘 这些票才是重点 那么核心票是谁呢 下一个重点又是谁呢 我觉得大家需要留意 下面几支票的一个走势 一个是杠人股份 杠人股份今天是直接弱转强进攻 其实它是一个明显的突破底部的一个行情 这是一个历史的大底 对吧 以后它突了以后 上方这个位置还有压力 那这个压力 大家看这点亮 那我觉得下周它有机会去突这个位置 如果突破以后 不就进入这个高速阶段吗 加速阶段吗 下一个目标是18款606 所以它空间比较大 但是大家记住 下周它要继续加速 否则的话就是转弱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节奏 明普光词刚才讲过 对吧 这里是一个调整后的涨停 命令前额的压力 所以追高要凭谨慎 正邦智能 这是一个烂板 这个也是前期的核心票 龙头票之一 今天出现了一个回踩后的涨停 怎么看 这里就是超跌反弹 以后我觉得是自救 前面在这个高位 高位 追进去了资金 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自救行为 所以它往上冲的话 大家千万计数不要去追 到了约是到了这个66这个附近 随时都有可能暂时被砸被打 所以大家可以逢高出货 优势还是有的 14亿的流通值 流通盘 所以说它拉起来也比较轻松 唯一不足的就是这个位置 价格贵了一点 对不对 50多块散户看起来有点胖 还有这个保新科技 这是一个超级烂板 这个票大家值得重视 值得跟踪 大家看 最近是连续走强 这里三连板 两天震荡 今天再次反包 其实这个票大家需要重视的 下周的话 它有机会走出一个加速的状态 什么意思 这个票再次有弱转强的预期 它如果出于弱转强的话 它就进入了真正的加速阶段 所以后期有机会暂时马上冲 但同样的 流通值总是说54亿 也是有优势 唯一不足的是什么呢 是最近这个盘面有点怕高位啊 所以说万一它加速 对吧 加速的话 没有资金去接盘 容易造成什么呢 获利盘的出逃 容易出现大英瓣 所以这也是大家要留意的 当然如果盘面比较好的话 我觉得它加速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上涨的最佳机会 从这几个票来看 这个方向表现还算不错 所以大家只是在重点跟中 我觉得它有机会成为市场主线 那么从这几个主线品种来看 目前啊 属于这种相对平衡的状态 没有一个特别强势的 对不对 你看一下 他们的涨停板 各数都是在10个点到12个点之间 所以下周 面临着分化 面临着角逐 谁会成为市场的主线 大家就留意一下 谁最先进击的表现 好 这一期视频 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不是说这个地方的原因吗 呢? 我可以尽量一下